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保十五载的六月,也就是公元756年的六月,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面对一纸诏书痛哭失声,然后是不情不愿的率领大军离开了通关天县,向东出发了。 那么这个老将军是谁呢? 他为什么如此不愿意出发去打仗? 这个白发苍苍的将军名字叫做戈书汉 在唐玄宗杀掉高先知之后呢,就由他来接替高先知担任兵马护元帅驻守通关。 那我们知道同关可是长安城东边唯一的一道屏障了,他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山海关呢。 所以说戈书汉是何许人呢? 为什么唐玄宗让他来驻守通关呢? 唐玄宗任命戈书汉驻守通关,两个理由。 第一个,戈书汉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将军,曾经担任过河西拢佑的杰鲁士,在西北地区也是威名赫赫。 戈书汉的威名哪来的呀?那是真打出来的。 旧唐书《戈书汉传》记载,说戈书汉这个人呢,每次打仗都是身先士卒,而且特别擅长使枪。 那正因为戈书汉在西北地区特别有名气,也特别有贡献,所以好多诗人,像我们所熟知的李白啦,杜甫啦,高士啦,都曾经给戈书汉写过赞美诗。 不过在所有的这些诗之中,最有名气,流传也最广的,还是西北地区的老百姓给他编的一支名歌。 这支名歌的名字就叫做歌书歌,是这样写的,北斗七星高,歌书叶带高,至今窥木马,不敢过林了。 这是名歌嘛,所以没有什么格律,但是啊,把歌书汉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曲曲入圣。 所以清朝的施评家认为呢,这个歌可以和北朝名歌赤乐川相提并为,那都是天籁之音。 天宝年间每次歌书汉得胜,入朝献节的时候,都是骑着一匹白骆驼到长安。 那你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,骑在一匹充满西域风情的白骆驼之上,驶入长安。 那是何等的浪漫呢? 真是满朝侍女为官呢,是一个偶像级将军。 这是玄宗用他的第一个理由。 那么玄宗用歌书汉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? 是因为这个歌书汉和安禄山还是死对的。 他为什么跟安禄山是对头呢? 因为这两个人太像了,实力太相当了。 怎么一个像法呢? 这个安禄山和歌书汉,他们出身很相似,都是所谓杂虎。 安禄山呢,他是父亲是湖人,母亲是突厥人。 而歌书汉恰好相反,是父亲是突厥人,母亲是湖人。 这不是出身很相似吗? 另外两个人实力就更相似了。 一个是西北王,一个是东北王。 那是唐玄宗手里降妖阵魔的黑风双煞。 所以给他们的风诀也特别的像。 安禄山那时候封为东平郡王,之后歌书汉就封为西平郡王。 从风诀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,两个人实力太相似了。 正因为实力相当,所以这两个人就难免有一些竞争之心了。 那唐玄宗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就想给他们和解一下。 正好在天宝十一载这一年,两个人是一起入朝,都差不多同时到了长安了。 这时候唐玄宗就让高丽氏作东,请他们俩吃饭。 想要在九席之上,让他们约为兄弟。 那皇帝是好意,将军得领情。 所以,九过三巡之后,当时安禄山就跟歌书汉讲。 说呀,你看咱们两个人啊,我呢,是爸爸是胡人,妈是突厥人。 您呢,是爸爸是突厥人,妈是胡人。 咱们俩足类相似啊,应该相亲相爱才对吧。 安禄山主动对歌书汉示好。 那歌书汉怎么回应他呢? 歌书汉呢,他说了这么一句话。 他说,古人云,胡相哭嚎,不详,为其妄本故隐。 胸狗见亲,看敢不记心。 说古人讲啊,一个狐狸如果对着自己的洞呼嚎叫的话,那是不详之兆啊。 因为他忘了本了。 现在如果您不忘本的话,愿意跟我好,那我当然也愿意跟您好啊。 这话呢,听起来像是顺着安禄山说的,但是里头带点刺。 那安禄山当然很敏感了。 你敢把我比成狐狸? 你爸是突厥人,能比我爸是胡人高明多少? 所以马上勃然大怒,说呀,突厥感儿。 你这个突厥小子,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? 那歌书汉也不好惹啊。 一看安禄山这儿,发怒了,骂起来了,他也马上站起来了,就要回应。 那高丽石一看这种情况,赶紧给歌书汉使眼色。 高丽石是有威望的人,再说呢,又是代表皇帝。 所以歌书汉只好是强压怒火,假装喝醉酒,走了,没打起来。 可是啊,从此之后,这两个人就更加势不两立了。 那现在安禄山反叛了,派一个和他势不两立,水火不容的歌书汉去打他。 那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 是不是真这么合适啊? 如果真这么合适,唐玄宗肯定早起用歌书汉了。 怎么还等在这个时候啊? 所以肯定有问题啊。 有什么问题呢? 这个歌书汉固然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,但是当时他已经生病了,中风了。 就在天保十四载的时候,歌书汉从西北入朝在路上洗澡的时候,不小心得了中风。 从此呢,就在长安养病了。 现在啊,唐玄宗是因为杀了高先知和封长青两位将军,手头实在没有别人了。 这才没办法启用卧病在床的歌书汉。 那么歌书汉接到任命,他是什么反应啊? 他是百般的推辞。 说我打不了仗了呀。 可是唐玄宗手头没有别人了呀。 所以呢,就百般的不许。 那没办法。 啊,歌书汉呢,只好是走马上人了。 可是一个中风的将军本来也很难在战场上指挥呀。 怎么办呢? 他又伪证于手下的两个将军。 一个是马军指挥王司礼,一个是步兵指挥李承光。 这两个人呢,偏偏又互相看不顺眼。 不合心。 这个铜关还能不能守得住啊? 其实啊,这个铜关还是可以守住的。 为什么呢? 首先铜关这个必行好啊。 天险,易守难攻。 铜关啊,他的北面是黄河,南面是秦岭。 就中间那么一条小道,绝对可以说是一夫当官,万夫王。 他本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。 这次朝廷调拨给歌书汉的士兵啊,也还是不错的。 当年高先知带出去什么人呢? 那是乌合之众啊。 可是这次歌书汉带兵离开长安,带的是八万人。 而且这八万人力还颇有一些是赶来秦王的少数民族部落兵。 那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呀。 另外呢,铜关不是还有高先知和封长青一流下来的部队吗? 再有一些新招的兵。 所以加起来呢,也是十好几万人。 当时号称二十万。 鸽书汉带军从长安出发的时候,光惊奇飘飘就飘扬了二百里长。 那可见声势非常浩大。 以铜关之险再加上将士之众。 就算指挥不太得力,守铜关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 事实上呢,人家鸽书汉守得也还是很不错的。 鸽书汉是天宝十四载年底到的铜关。 那么直到天宝十五载的六月初半年的时间里, 唐朝的官军就牢牢驻扎在铜关。 先后三次打败了安禄山派来的这个尖头部队的进攻。 是给唐朝立了大功的呀,一点都没有出差错。 酒鬼香泉酒,提示您精彩继续。 已经卧兵在床的鸽书汉果然不复众亡。 大唐军队在他的指挥下,局势马上扭转。 安禄山开始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。 那么这时的安禄山还会有什么招数呢? 启用一个重疯的老将军,可见唐玄宗手头真的是无人可用。 不过,戈书汉也不负众望。 半年时间里,安禄山的军队始终徘徊在铜关以外, 无法靠近长安。 官军死守险关,以进制洞,前景颇为乐观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安禄山那边的情况, 又怎么样呢? 安禄山当时是有点问题了。 它不是有点问题了,是有大问题了。 简直可以说是四面受敌啊。 怎么回事呢?西边不是铜关吗? 它打不进去啊。 它是本人在洛阳,东边是哪? 东边是山东,当时有民团活动,再往东西是大海。 即使打破去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 南边啊,就在河南的南部, 当地地方官就代理老百姓和这个叛军展开了殊死活动。 把安禄山的军队牢牢拖在河南南部, 一步也跨不过江海去。 那北边呢,当时河北地区在颜真卿兄弟的指挥之下开展了游击战争。 安禄山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 所以安禄山当时也是非常着急啊。 那原来不是让他的谋士高尚他们整天劝他谋反吗? 这时候呢,安禄山就把这个高尚的一班谋士给叫到面前来了。 对他们是一通大骂呀。 说你们那时候整天劝我谋反,都跟我说谋反万无一失。 可是现在你看看我是什么状况啊? 我是四面受敌啊。 你们所说的万无一失在哪里啊? 你们这帮废物以后再不要来见我了。 事实上啊,安禄山当时连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。 实在不行就退回泛养去。 那这样看来呢,这铜关就已经成为交战双方的命门所在了。 对于安禄山来讲只有突破铜关他才有出路。 而对于唐朝方面来讲只要守住铜关就能掌握主动。 而且啊,说不定还能等来安禄山那方面的内乱了。 那对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, 是守铜关南呢? 还是公铜关南呢? 当然是公男守义啊。 所以说呀,唐朝方面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。 前途也还算是比较乐观的。 一边是安禄山进退两难, 一边是大唐官军巨显自首。 守义功男,唐军的前途多为乐观。 但是战争从来不都是单纯的军事问题, 而是一连串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。 从军事角度上来说, 戈书汉固然不难守住铜关, 但是他即将面与的这不是军事问题, 而是政治难题。 那么,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呢? 政治上出什么难题呢? 有人不让他受铜关了。 这个人是谁呀? 就是唐朝的最高统帅唐玄宗。 唐玄宗为什么不让戈书汉受铜关了呢? 是因为在偏保十五载的六月, 他得到了一个情报。 这个情报就讲啊, 在铜关的东边, 在陕郡, 也就是当年高先知曾经驻军过的地方。 这时候呢, 是安禄山的先头部队崔乾佑驻扎在那。 崔乾佑呢, 手里头没有多少兵, 而且毫无防备。 这时候如果出兵去打他的话, 一打一个准, 就可以收复山军。 那大家说, 这个唐玄宗听到这则情报, 他是什么反应? 那我们就得考虑一下唐玄宗当时的心理状态。 要知道唐玄宗当时可是当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天子了, 一向是志得意满。 可是没想到到了晚年, 忽然就爆发了安史之乱, 连东多洛阳都给丢了。 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所以他就特别急于迅速结束战争, 赶快收复洛阳, 好挽回自己的面子, 挽回自己的尊严。 他特别的急。 上集我们讲, 他杀高先知和封长青不是就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的产物吗? 现在呢, 听到这则情报啊, 他这个急躁病又犯了。 他又沉不住气了。 马上就对前线的戈书汉发布命令, 说呀, 现在根据可靠情报, 敌人兵少无备, 那正是我们取胜的大好时机啊。 我让你当元帅, 我可不是让你守官的呀, 我是让你消灭敌人的呀。 现在这么有力的时机, 你何不利用呢? 赶快给我出关去打, 先打陕郡, 然后再一举攻克洛阳。 催着戈书汉出关作战。 那皇帝来催了, 主帅戈书汉又是什么反应啊? 戈书汉一听皇帝这么讲, 心里真是郁闷啊。 他想皇帝怎么就这么笨呢? 这么没有经验呢? 这不明白的是安禄山的诱敌之计吗? 总之一句话, 戈书汉不同意的。 酒鬼香泉酒, 提示您精彩继续。 杨国忠为了防范戈书汉, 不惜一切代价, 迫使戈书汉出兵。 唐玄宗与杨贵妃命运难测。 百家奖谈正在播出, 唐玄宗与杨贵妃指, 爱的最后一道防信。 唐玄宗在速生论的意识指挥下, 一直催促戈书汉出兵陕军。 而深知安禄山现状的戈书汉知道, 此时不是出兵的最好时机, 叛军内部已经支撑不住。 如果等些日子再一举消灭, 胜利就在眼前。 所以戈书汉坚持不出兵。 就在玄宗与戈书汉相互僵持的时候, 有一个人看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时机, 他的私心把大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 那么玄宗要让打, 戈书汉不愿意打, 这其实就是一比一了。 在一比一意见相左的情况下, 关键就看第三方的意见了。 这关键的第三方是谁啊? 再向杨国忠。 唐玄宗一看, 这个戈书汉和自己意见不一致, 马上就去征求杨国忠的意见。 那么杨国忠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呢? 此时的杨国忠倒是相当庆幸, 他知道同官是利兽不利公的呀。 他也知道唐军只要一出官, 那就是凶多吉少。 可是正因为如此, 杨国忠决定了, 一定要鼓动唐玄宗, 让戈书汉出兵去了。 为什么呀? 因为他想借机除掉戈书汉。 杨国忠为什么要除掉戈书汉呢? 其实倒是因为他害怕戈书汉。 他为什么又害怕戈书汉呢? 这还得从一个叫安斯顺的人说起。 安斯顺是谁呢? 他是安禄山继父的侄子, 从名分上讲, 算是安禄山的唐兄弟。 可是虽然有这么一点关系, 他倒不是跟安禄山一条心的。 就在安禄山反叛之前, 他还提醒过唐玄宗要防备安禄山。 因为有这样的表现嘛, 所以安禄山虽然造反了, 但是唐玄宗并没有诸连到他, 还让他在长安当着官。 可是唐玄宗饶了安斯顺了, 戈书汉可不想饶他。 因为在很早以前, 安斯顺就和戈书汉不和。 现在戈书汉想我手握重兵啊, 公报私仇得了。 怎么公报私仇呢? 他就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斯顺的信, 然后假装自己在同关截获了这封信, 把这封信就上奏朝廷了。 跟唐玄宗讲啊, 安斯顺有通敌行为, 要把他处死。 唐玄宗当时虽然觉得这事好像不太靠谱, 但是正倚重着人家戈书汉呢, 所以没办法, 还是把安斯顺给杀掉了。 那安斯顺一死, 杨国忠可就害怕了。 哎呀, 原来戈书汉现在能量这么大呀, 说杀谁就杀谁呀。 那他要是哪天想杀我怎么办呢? 就起了防范之心了。 那戈书汉这时候到底想不想杀杨国忠? 他也确实想。 为什么呀? 因为自从杨国忠当政之后就没有干过什么好事啊。 特别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激怒安禄山, 逼安禄山造反, 更是引起了天下人的怨恨。 所以就当安禄山打出杀杨国忠旗号之后呢, 好多人还是挺同意的。 在戈书汉的队伍里就有这种普遍的情绪存在。 就拿这个戈书汉手下的马军指挥官王思理来讲, 他就特别想杀杨国忠啊。 有一次呢, 他就跟这个戈书汉讲, 说将军啊, 不如你抗表朝廷, 要求皇帝把杨国忠给杀死算了。 戈书汉说那哪行啊? 我一个将军最好不要管政事, 不行。 那王思理一看这招不行, 又游说戈书汉。 说要不咱们索性派三十个骑兵去, 到这把杨国忠绑架到同关来, 然后咱们在这宰了他算了。 戈书汉一听说那更不行了, 我是一个将军啊, 我要是把宰相绑架过来再杀了他, 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, 那是我戈书汉造反了。 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? 可是虽然说戈书汉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手下将领杀杨国忠的请求, 但是这些事情传到杨国忠耳朵里, 杨国忠还是害怕的不得了啊。 万一哪天戈书汉又被人说动了, 真想来杀我, 那不是像碾死蚂蚁一般吗? 怎么办呢? 这提防着戈书汉呢? 所以啊, 这时候杨国忠就开始动了心思了。 他就跟唐全宗上奏, 说呢, 虽然戈书汉领二十万大军在通关, 但是我们没有第二道防线呢, 万一出了问题啊, 朝廷不是措手不及吗? 所以不如让我训练一些人, 驻扎在禁院之中吧。 唐全宗一新有道理啊, 就让他训练了三千所谓贱木小儿, 就是一些养马的那些啊, 这个啊, 养马人吧, 让他训练了三千这样的人, 在禁院里驻扎的。 那光有三千人, 这个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呢, 没过多久呢? 又上奏唐全宗, 说我觉得咱们实力还是需要加强, 这样吧, 我在坝上地区再训练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吧。 唐全宗一听好啊, 又让他训练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, 驻扎在坝上地区, 坝上在哪呢? 就在长安和通关之间吧。 而且杨国忠还委任了自己的一个亲信将军啊, 叫做杜浅运, 让他率领了一万人。 说是防敌啊, 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, 这明明是在防备哥书汉。 那杨国忠做这些小动作, 哥书汉怎么想啊? 哥书汉他不是傻子呀, 他当然明白杨国忠对他起了防范之心了。 他是一个军人啊, 最看不得这种不清不楚的做法了。 他想啊, 别人都说要杀你, 我还在那护着你, 你到防范我来了, 我在前方遇敌, 你在后方遇我, 这算怎么回事啊? 那哥书汉也不好惹呀, 想到这些呢, 他就给唐全宗上表, 说呀, 请把霸上那一万军队, 立于我的会议下算了, 这样便于我统一领导吗? 唐全宗不明白杨国忠和哥书汉之间的矛盾, 心想老将军有这样的要求, 统一领导也是好事, 就把那一万军队呢, 真的划拨到这个哥书汉的会下, 哥书汉一得到唐全宗这个命令啊, 第一件事就是招杜天运, 说来开个会吧, 杜天运大通关了, 哥书汉安排人一刀把他剁了, 杜天运这一死, 杨国忠更害怕了呀, 他什么时候来杀我呀, 所以心里着急的不得了啊, 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嘛, 如果不想被哥书汉杀掉, 那就得杀掉他哥书汉, 可是当时朝廷正义中哥书汉, 他想杀也没这能力啊, 就在杨国忠着急的时候啊, 唐玄宗居然向他来征求意见来了, 问他啊, 是不是要让哥书汉出兵, 这一下子杨国忠可高兴了, 天助我也呀, 机会来了呀, 一定要穿夺皇帝, 让哥书汉出关作战, 他只要出关作战必败无疑啊, 如果他兵败的话, 或者在前线被敌人杀死, 或者回来被皇帝杀死, 反正呢, 他是没有好结果, 这不是借刀杀人之计吗? 至于说哥书汉要是兵败, 国家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困境, 那可就不在他杨国忠的考虑范围之列了, 想到这些呢, 杨国忠就得唐玄宗讲了, 说呀, 现在敌人没有防备, 这正是我们反攻的大好时机啊, 而哥书汉手握重兵, 逗留不尽, 别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吧, 所以陛下一定要敦促他赶快出关作战, 唐玄宗一看, 得, 2比1啊, 还是主张打的人多, 那就派人一波又一波的去催这个哥书汉, 让他赶快出关作战, 那去的那些宦官密集到什么程度呢? 按照资质通鉴的记载啊, 叫做向背相望, 后面一个人能够看到前面一个人的背影, 那在这么频繁的使者催促之下, 哥书汉终于顶不住了, 军命难为啊, 最后是大哭一场, 含泪带领士兵离开了通关, 王冬总, 酒鬼香泉酒, 提示您精彩继续, 马尾破浅, 唐玄宗面临着,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艰难抉择, 唐玄宗杨贵妃, 她们的命运何以走到如此地步, 静静关注唐玄宗与杨贵妃之, 江山与美人的抉择, 面对一批又一批使者的追逐, 哥书汉万般无奈, 含泪离开了通关, 从老将军的表现可以看出,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凶多吉少, 尽管如此, 哥书汉毕竟是身经反战的老将军, 他能不能用军事经验来弥补决策方面的实务呢? 冲出通关的哥书汉大军,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? 那么第二天, 哥书汉的大军就到了陵堡的西原了, 这个地方距离通关是一百多里, 是一个七十里长的狭长地带, 南边靠山, 北边就是黄河, 就在这个地方, 哥书汉的大军和安鲁山那边崔前右的先头部队遭遇了, 那两军相遇就打吧, 哥书汉怎么布阵呢? 他是让王司里带领五万精兵冲在最前面, 然后呢, 再拿十万砸盘军殿后, 这就是十五万了, 道宅他不好在阵中指挥, 所以呢, 哥书汉又带领三万士兵渡河到河对岸去, 在那指挥, 那他这边十八万大军, 这是很严正的阵势, 崔前右那边怎么样? 崔前右那边呢, 当时看还真不行, 就一些游兵散涌, 熙熙落落呀, 有的向前有的还向后, 那唐朝这边官军往前冲, 崔前右那边的兵, 他们只往后退, 一触即溃, 一触即跑, 那这边官军可就追得更急了, 越追, 这道就越窄了, 转过一道弯去, 忽然, 这些游兵散涌不见了, 眼前就出现了崔前右率领的一只精饼, 还没等唐军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, 南边的山上大石头大木头可就都滚下来了, 唐军挤在一条窄道上, 连躲都没处躲呀, 砸死的砸伤的掉进黄河里淹死的, 不计其数, 那对岸, 哥书汉一看这个阵势, 他慌了, 他想这个时候, 这要是不往前冲, 不冲过去的话, 就要都被砸死在这里了, 赶紧往前冲吧, 怎么冲呢? 哥书汉想了一个办法, 把那些资重车, 马拉的那些车, 都给吊到镇前来了, 上面放上毡子, 干什么呢? 马拉毡车有什么好处? 这就像土坦克一样, 因为毡子轻啊, 但是体积大呀, 马拉着他跑的飞快, 冲击力很强, 而且毡子还能抵挡住刀, 剑这些都不成问题, 后面大军再跟着跑, 不就得了吗? 他想的是挺好啊, 可是崔前佑比他想的还好, 一看他这边马拉毡车摆到镇前了, 崔前佑那边迅速的布置了几十辆干草车, 都在前面了, 干草车是干什么用的呀? 点火用的呀, 火就着起来了, 要知道当时是六月份, 六月份是刮东风的, 火界风势是越来越大呀, 而且浓烟滚滚, 一会儿粘子车都着火了, 再一会儿前面士兵的衣服都着火了呀, 死伤不少, 而且呢, 因为浓烟蔽日嘛, 所以唐军也看不清前面谁是谁了, 总觉得敌人丢在前方, 那就杀吧, 有刀的拿刀乱砍, 有剑的拿卷乱射, 战斗一下午, 浓烟散去了, 这才发现, 哪有什么崔前佑的兵啊, 杀的都是自己人啊, 自相残杀呀, 那崔前佑哪儿去了? 他这时候带着一支精兵, 绕到唐军军的后面去了, 前后一加急, 这镇势可就彻底乱了, 哭声喊声啊, 就震天动地, 俗话说兵败如山道嘛, 这边的士兵乱了套了, 河对岸割书汉那三万士兵也就都乱了套了, 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往回跑了, 往回往哪儿去啊, 当然是往铜关去了, 跑了一百里路回到铜关前头, 又遇到更大的麻烦, 怎么回事呢? 当初贺书汉手铜关也是费了心思的, 挖了三条又深又长的壕沟, 每条壕沟都是宽两丈深一丈, 前面的部队一到, 马上就都掉到沟里去了, 没一会儿功夫, 三条这样的壕沟都被填平了呀, 后面的这个官军就踩着前面的官军尸体往前走, 最后是冲进铜关了, 冲进来多少呢? 十八万大军出去了, 回来的只有八千人, 这时候杭军也是惊弓之鸟, 人家崔前右那边可是越战越右, 在这种情况下, 铜关就守不住了, 就在天保十五载的六月九日, 铜关失守了, 那铜关失守了, 戈书汉到哪儿去了? 他这时候已经渡过黄河, 回到铜关西边去了, 在一座驿站之内呢, 他就落了脚了, 然后就在驿站的墙上贴出了招兵告示, 干嘛呢? 他想把那些失散的部队再集中起来, 再冲击一下铜关, 夺回来, 可是戈书汉进到这个驿站之后呢, 他手下有一个藩将, 一个胡人将领叫火拔归人, 就率领自己的一支骑兵一百多人, 把这驿站嘴围起来, 围好之后, 火拔归人就进去了, 跟这个戈书汉讲啊, 说老将军啊, 敌军过来, 咱们赶紧上马吧, 戈书汉一听, 那确实得跑啊, 上得马去, 就想往西走, 这时候, 火拔归人和他的一些弟兄, 就齐齐整整, 跪倒在戈书汉面前, 火拔归人就讲啊, 将军, 你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, 最后一败涂地, 你还有什么脸去见皇上啊? 再说了, 当年高先之风长青, 雪战到底, 兵败之后, 不是照样被杀了, 您现在回去, 又有什么好结果呢? 还不如咱们拨转码头东向, 去投降安禄山好了, 那戈书汉是什么反应啊? 要知道戈书汉虽然是一个武将, 但是从小就喜欢读汉书, 喜欢读中义故事, 再说了, 他跟安禄山是死对头, 怎么可能愿意投降呢? 所以一听这个话呀, 他就赶紧想跳下马来, 可是呢, 火拔归人他们上去, 就把他的腿给捆到马肚子上, 那这时候啊, 戈书汉手里只剩下一个马鞭呢, 他拿起这个马鞭的这把, 就往自己的喉咙上刺, 想要自杀, 但是他毕竟是中国风的人哪, 哪有多少力气啊, 马鞭也立刻被人抢走了, 就这样啊, 不仅同官失守啊, 就连唐朝的元帅, 也被自己的手下将领们, 胁迫着去投降安禄山了,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吧, 同官失守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啊? 我想, 除了夸一句人家叛军那边崔前又用兵如神之外, 还得说呀, 唐朝方面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, 哪三个因素呢? 第一, 唐玄宗决策策, 要知道当时有时日是都看出来了, 同官是以手不一工的呀, 可是呢, 唐玄宗根本不听前方将士的意见, 一意孤行, 逼迫戈书汉出关作战, 这就奠定了失败的基础, 也是失败的关键因素。 那唐玄宗为什么做出如此错误的决策呀? 除了他自己急躁之外,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国中调缩呀。 在这个问题上, 杨国中的心态和唐玄宗可完全不一样, 如果说唐玄宗还是没有能够很好的预料到出关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话, 那么杨国中可是明明知道出关必败, 但是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, 制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, 恶意调缩唐玄宗做出了错误的决策。 如果说唐玄宗那叫无心之过的话, 那杨国中可就是故意犯罪了。 第二个原因, 戈书汉在指挥方面也存在重大失败。 就算是唐朝玄宗敦促他出关作战, 他既然知道出关没有好处, 至少应该预留一部分部队守官。 这样即使前方战败, 后方也不至于那么狼狈, 可是他没有留人。 另外呢, 他明明已经预感到, 崔乾佑那是在诱敌深入呢, 他怎么就最后真的跟着人家跑了呢? 他的谨慎又到哪里去了呢? 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呢, 在该留一手的时候没有留一手, 在该谨慎的时候没有谨慎。 以近二十万之中, 居然不敌崔乾佑一万多的士兵。 这不也是指挥上的重大失误? 第三个原因, 通关失守呢, 还是唐玄宗当年冤杀高先知和封长青引起的负面效果之一。 我们可以想象, 就算是通关失守了, 但是敌人必定人数不多, 而且立足未稳。 如果戈书汉手下的将领都能够齐心协力去打的话, 未必就不能夺回来。 可是呢, 因为唐玄宗冤杀高先知和封长青在前, 就使得很多将领认为只要打了败仗就没有好结果。 那既然朝廷不给出路, 他们本能的想要活命的话, 就只能是去投奔阿鲁上。 那后来火拔归人, 挟持戈书汉投降, 不正是这种情绪激出的恶果吗? 但是不管责任在谁吧, 通关失守呢, 也就意味着唐朝的整个战略布局完全被打乱了。 曾经的优势荡然无从, 长安此刻就赤裸裸的暴露在敌人面前。 那么唐朝会向何处去呢? 唐玄宗本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变故呢? 请看下期。